不過也表示你有認真在三個 來 這還聽到不聽 我是把題目抄上去 因為這樣比較好講解 L S加上VY加上C 這裡總共有五個問題 第一個如果C等於圖形會同步圓圓 看一下 如果呢 A的答案 如果定C等於0 那我的方程之後會變成 S加上VY 等於0 有沒有通過圓點 有 所以A的答案對不對 A的答案是對的 再來B的答案 AC小連VC大連 則L不通過第二項線 那這裡我怎麼決定呢 我們可以來決定什麼事情 把節句畫出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找出 利用兩點把L的方式畫出來 我令S等於0 Y座標等於負的 B分更正好 Y座標等於正的好 B分之C S等於0 Y座標等於B分之C Y座標等於0 S等於A分之C 那題目說 AC小的0 A乘C小的0 B乘C大了0 所以我們把SY的節句畫一下 好 因為現在SY S節句要節句多少 因為動過四次我不知道 但是我會知道正負 S等於0 Y等於B分之C B分之C大了0 所以也是在上面 對吧 Y等於0 S上面的座標 A分之C A分之C A乘C小的0 所以X座標是怎樣 負的 所以這樣拉起來 請問你他不通過自己項線 第四項線 第四項線 所以B的答案對不對 錯了 B的答案就是錯了 好 再來第三個答案 好 若B不等0 學歷等於多少 學歷等於多少 S加V或加C等於 A 應該等於負的7分之A 所以C對不對 不對 C的答案也是錯的 再來主的答案 若B不等2Y的節句 究竟Y結句多少 Y結句0S等於0 所以1N第一分之C 對不對 對 對 錯 這個答案是絕對值的 要不要加絕對值 不用 所以主的答案錯了 好 1的答案 VS解例1N0 則L跟L1的垂直 對 有沒有垂直 有嗎 L 學歷 是等於負的B分之A 負的B分之A 負的B分之A 那L1的學歷 負的B分之A 但是B的話是負A 所以是正的A分之B 所以垂直L1 因為兩個相成 學歷高等於什麼 負1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這答案裡面只有A跟B是對的 算是A是吧 你要用這樣的題目給你條件 要不要一個一個去判斷 好